是一路到就是终身遭遇的 在以前师范提醒 是教小学的有一套教小学的教法 教国中的有一套教法 教高中的有一套教法 而且很线性 就是高中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要去念大学 我一直觉得没有什么道理 因为我国中二年级就辍学了 但据说就是会有父母的压力 我是没有遇过了 说要念大学 那然后念了大学之后 又会分系啊分科啊 其实高中就会分组啊等等 大家就会变成好像是 在自己的这个世界里面 比较少那种跨领域 跨场域 或者是跨年龄的学习 好像旁边的同学年纪都没有差非常多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在生理国教课程里面 我们是有意识的去 有点稍微撼动这样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已经了解到说 从大家小学一年级进学上 那我们如果是教导大家之后 很固定的轨道的话 确实是有可能12年之后 不管学什么轨道 那个轨道可能都已经就是遭到整病了 那或者是里面有一部分真的是 就是 assistive technology 是主要是看辅助科技 就是我们如果是教一些现场的操作的话 说不定到12年之后 其实主要你是在教AI怎么样去做这些操作 所以还是有这样子的工作 没有错 好比像说不会因为说 computer这个字本来是讲人嘛 现在是讲机器 printer这个字本来也是讲人嘛 现在是讲机器 但不表示说就没有资料科学家或者就没有做出版事业的朋友们 只是说他们的工作里面 我们现在叫做computer跟printer的这一部分是交给机器做 但他们还是在做他们要做这些事情 但是要怎么样子去确保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或者是往这个部分就是他的purpose的部分去做 而不是去往这个部分就是他的一些就是skill或者这个repetition的这些部分去做呢 那就是要确保说我们在好比像说大考中心或者是说在就是大学选学生啊等等的时候 是比较看重学习历程去比较看重中间的portfolio 就是你到底创作了什么去结合不同的专商的人真的做出了什么事情来 那以这个purpose为主而不是以就是比较线性的这个分数啊等等为主 那这个是确实让人相当不习惯的一件事情 因为台湾毕竟就是以前的教育很多都还是在就是分那个名次啊什么之类 这些其实我一直都不知道什么意义 那是据说很多人觉得有意义的这些事情啊 那所以我们也不是说一次就全部改过来 我们会花六年的时间慢慢的去rollout这个新课纲 然后慢慢让大家看到说其实绝大部分现在还留下来值得解决的问题 都没有办法用一个人的力气解决哦 都真的必须要结合跨领域的人来解决 所以就是一个人跟旁边跨领域的人互相竞争互相比较 事实上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团体跟团体之间正体跟正体之间 当然还是正在彼此激烈的竞争 但是至少团体里面个人跟个人之间 主要还是自发互动公好这样的做法 所以这是也是PBL啊 但是这是Purpose Based Learning 那这个是我对教育的一些基本的看法